说到客家人 我一直觉得客家人的历史是充满了神奇 就是它有很多不可思议之处 你比如说客家人 不管走到全国各地的哪里 也不管在世界各地的什么地方 他们的语言始终是说客家化 上千年以来从来没有被任何地方所同化过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客家人他那种自我的精神价值 包括他这种信仰是相当的稳定的 我们都说互联网时代一切都在变化 这些客家人还流落到世界各地 但是不管怎么变 客家人始终坚守着 他们内心深处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精神信仰 就是他这个精神内核始终难以改变 客家人历代都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 不管是朝廷的历代名臣 还是商业大佬 还是一些著名的这种文化艺术这些学者 客家人是人才辈出 另外在中国近代的三次革命中 太平天国还有辛亥革命 还有解放全国这三大革命 客家人在中间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你比如说有些人就说 太平天国革命实际上是客家人的革命 你如果看太平天国的首领 基本上都是客家人 辛亥革命不用说 孙中山就是客家人 全国解放战争 你会看到中国的高层领导中 有很多也是客家人 所以客家文化对中国的历史竞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那么如果我们来看各个民族吧 就是为什么有一部分人 他能够坚守自己的传统 坚守自己的信仰 而不被外部同化呢 我觉得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 这些人往往是精神上自视甚高 在文化上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 不管是犹太人 还是客家人都有这个特点 他们的这种精神上的自信 或者文化自信到底是源于何处呢 这就要看客家人形成的历史 当然客家有很多研究的专门的学者 提出了客家人形成的过程 大概经历了五次大迁徙 在这里呢 我想着重从他迁徙的具体的地点 来探讨他们这种精神文化 形成了一些典型特征 首先客家人形成的历史大概是在两晋时期就开始了 勇家之乱之后吧 大量的中原的贵族举家南迁 这个时代可能是第一个时代 还有后来从两晋一直到唐宋 中原每次发生战乱都会有大量的这种中原人南迁 那么他们南迁的路线一方面是到了江南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没有停留在江南 而是顺着赣江一路往南走 走到了现在的赣州 几百年以来吧 在赣州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汉民族移民的社区 在这个社区中 有的人说的是汉唐的标准的普通话 有的人说的是宋朝他的观音 所以在这个阶段中 我们可以说形成了客家文化的一种摇篮期 我们大概可以称之为是客家文化的1.0版本 不过呢 1.0的客家人并没有完全停留在赣州 他有一部分人从赣州出发 向东沿着贡水 到达了桃水之后折而向南 经过江西的信封 还有贺子镇 最后到达了龙川地区 以龙川为中心进一步向南 逐步扩散到了河原和惠州 你要看他们这个牵引路线 你会发现他们一路都是沿着水在走 从赣江流域一直走到了广东的东江水系 所以他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方言 就叫水源音 就是以水为源头的客家化 这种客家化啊 它是被人们称为一种老客家化 然后这群人最后定居在河原到惠州一带 形成了一个客家文化大本营 最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客家文化中心 其实有没有比他们更早来到广东东部的呢 其实有啊 比如说两近的时候 在东近吧 就有些民 中原的这种先民 比他们更早到达了梅州的东部 叫大埔 当时这个地方叫易昭 在易昭地区就形成了一个最早的一个移民社区 当然有些人认为这是客家人的源头 不过在我看来啊 如果说你把东近以前的很多移民也算进来的话 那么同时期的广府人是不是也算客家人呢 我觉得这个不太合乎情理 真正要判断是不是客家人 还要看他是不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图腾 和身份认同的某一种标志 这个标志是在哪里实现的呢 如果我们从干州出发 沿着供水一路向东 过了桃水之后 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支流 就是江西的梅江 从梅江出发继续往东北方向走 经过宁都 你会发现宁都附近有一个重要的地方 叫石城 石城这个地方如果再往东走20里 就进入了福建境内 就是福建宁化的石壁 实际上客家文化的2.0版本就在这个地区真正的实现了 那么这个2.0版本一个非常重要的传说 或者叫文化图腾 就是葛腾根的传说 这可以说代表着客家文化真正走向的定型 葛腾其实是一种野生植物 也就是历代老百姓遭到天灾人祸的时候 没有吃的 以野腾冲击 所以从野腾这两个字 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客家人的那种悲情文化 这个传说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其中一个版本说的是 在唐朝的末年 皇朝起义 皇朝起义军当年非常的残暴 杀人无数 所以在这个地区 客家人中间也开始大规模的流亡 有一位客家妇女 在战乱中也是家破人亡 老公很早就死了 她自己带了一个孩子 那么她的哥哥嫂子也在这场皇朝的战乱中 很早就已经去世了 留下了一个侄儿 当然这个地区听说皇朝的起义军正在赶过来 所以他们也开始举家逃亡 在逃亡路上呢 他就把自己的侄儿背在了背上 而把他自己亲生的儿子呢 年纪更小 体力更差 牵着儿子来逃亡 在他们逃亡路上 正好遭遇了杀人魔王皇朝 结果皇朝看到这个客家妇女啊 背着大的 居然牵着小的 而小的身体又不好 气喘吁吁 皇朝就非常的生气 然后气势汹汹的指责这个客家妇女 你怎么会这么偏心呢 你没看到小的已经累得不行 你居然背着大的 这是什么道理啊 然后这个客家妇女 他也不知道这是皇朝啊 于是大声的这个回答 他说我背的 这是我的侄儿 我的哥哥嫂子已经在战乱中 死掉了啊 那么我绝对不能让我哥哥嫂子 他们的血脉 这个断了香火 我牵着呢 这是我亲生的儿子 我怎么也不能背着这个 我自己的儿子 而把我侄儿放下 这是我们客家传统 绝对不能容忍的 结果皇朝听了这个客家妇女 这番话 就很受震撼 为什么呢 他觉得很少能够想见 他现在这样的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 还有一个女人 能够这么讲忠义 那皇朝就对这个客家妇女说 他说你别怕 皇朝虽然是个杀人魔王 但他也有害怕的东西 他特别怕葛藤 估计也是皇朝从小恶怕了 只要你回到家里 把葛藤挂到你们家门口 皇朝的军队就绝对不会进去 他们一定会马上离开 结果这个妇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马上跑回来的村庄 跟每家每户都说了这个事 结果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挂起了葛藤 皇朝的军队果然是看着有葛藤的地方 绕道就走了 结果保护了全村人的性命 这就是客家人创世纪的故事 葛藤坑的传说 千百年来这个故事有不同的版本 但是客家人始终牢记这个故事 代表了虽然他们经过千辛万苦 万里这个迁徙吧 种种磨难之后 仍然决心不放弃自己最核心的文化价值观 就是忠意和仁爱 可以说这是客家人 内心深处不可摧毁的精神内核 那么在客家人的历史上 他们叫做衣冠难度 也就是这些人的家庭出身 都是中原的大世家大贵族 那么他们虽然在颠沛流离中间 物质财富损失殆尽 但他精神上的这个内核 和他的这种精神贵族的气质 却没有泯灭 相反通过这番磨难 通过战乱的洗礼 还产生了一种升华 也就是客家人认为自己是中华文明 汉文化最正宗的继承者 所以客家人不管流落到哪个省 他们都有一种自视甚高的一种 精神贵族的气质 所以葛腾根这个故事的出现 它是非常有标志性的 我觉得完全可以跟犹太人历史上 这个摩西十界相提并论 葛腾根这个传说 他应该说是客家文化 形成了一个典型标志 也就是我们说 它升级到了2.0版本 有了一个定型的文化 当然2.0版本的客家人 并没有全部留在石壁和石城这个地区 他们继续南下 他们走的就是一个闽西的路线 经过廷州上航 最后到达了梅州 到达梅州之后 跟其他几路更早到达 这个广东东部的客家人 实现了大会师 同时又跟潮汕文化进行了互动 最后在梅州升级为3.0版本 也就是以梅州为中心的客家文化 最后定型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从梅州出发的这个新的移民 不管是到了湖南湖北 广西还是四川 他们都把梅州视为精神故乡 还有很多这个客家人流落到了海外 大家都回梅州来祭祖 说明梅州是成为客家文化 真正的最终定型的地方 现在中国的国际广播电台 对全世界的这种客家人进行的广播 他采取了口音就是标准的梅山化 明清时期 以梅州和园和惠州为中心的客家人 开始从山区走向了平原 然后逐步向珠三角地区扩散 在珠三角地区 他们与广府文化形成了遭遇 这个遭遇线是在哪里呢 就是从香港的新界到深圳 东莞还有广州 广州地区比如它的增城 从化还有花都 两种文化在这一线形成了胶着 所以使珠江的东岸的经济发展模式 受到了这种混合文化的强烈影响 由于客家人到广东时间比较晚 平原的好地方都被占了 所以他们只能生活在山区地带 特别是在赶南 闽西 还有越北这一带 那么他们占据山区生活的条件 就比较艰苦 所以客家文化的基因中间 最重要的基因就是吃苦耐劳 但是吃苦耐劳的同时 还非常重视教育 因为他们有着精神贵族的那种气质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所以客家人经商也好 从事实业也好 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 他认为这是生存的需要 赚了钱之后 还是要鼓励自己的子女去读书 这才体现人生价值 才能维护客家人那种精神的传承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